嗨,大家好,我是秦天 你们是不是常常不知道早饭吃什么 或者随便就把自己打发了 今天分享给你们几款我经常会做的早餐 简单又美味 如果你早上时间比较宽裕 或者周末的时候你想做一份早午餐 那么非常推荐你们试试北非蛋 各种蔬菜混合烹制 还可以加火腿或者培根增加风味 其他食材你们随意切换 但是番茄不能变 用适量盐、生抽和灰胡椒调味 如果想要番茄味更浓郁 就再加点番茄酱 番茄炖至软烂后挖两个洞 刻入鸡蛋 还是推荐你们来点低卡的芝士片 烤箱180度5-8分钟就好了 没有烤箱的平底锅盖盖焖10分钟也可以 如果你有10分钟 首先推荐你们的就是这款无淀粉三明治 强烈建议大家常备蟹柳 火腿陪根等食材 做三明治什么的太方便了 蟹柳滑蛋这个配置 应该没人不喜欢了吧 口感嫩滑 低卡饱腹 用生菜代替吐司做三明治 热量更低 如果怕包不住 可以像我这样多叠放几片叶子 再来点自己喜欢的酱料 生菜我个人更喜欢求生菜的口感 清爽多汁 配上蟹柳滑蛋十分爽口 这样一份就是满满的蛋白质了 如果你觉得早上不吃碳水不够满足 那就来片土餐 配上优质脂肪牛油果 蟹柳滑蛋开放三明治就做好了 这第三款十分钟早餐 就是超火的蛋包三明治 鸡蛋加奶加黑胡椒 是万能公式 我这片吐司比较长 就一切为二了 锅中放少许油倒入蛋液 趁蛋液味凝固时放上吐司 并给它翻个面 让两面都沾上蛋液 还可以来点黑芝麻 翻面就是我比较忐忑的环节了 好吧 不出意外的又翻车了 我还是放的火腿生菜 芝士 这个经典搭配 这种吃法 真的是我最最最喜欢的三明治了 来 咱们一人一半吧 喜欢吃吐司的 它真的太好搭了 早上时间紧张的 只需要花点功夫准备一下食材 然后放进烤盘里 再配上万能的淡奶叶 尽量让淡奶叶浸泡住每一片吐司 最后顶部再铺上香蕉 来点蓝莓和叶片 烤吐司的时间 你就尽管去洗漱就好了 奶香奶香的烤吐司 还有蓝莓爆浆 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用来烤烟麦 香蕉两头压成泥 倒入烟麦片 这里我还加了可可粉增加风味 倒入牛奶或者植物奶 磕入一个鸡蛋 转合转合就好了 最后铺上香蕉和蓝莓 剩下的就是烤箱的工作了 烤出来有点像小蛋糕 加上花生酱 买点优质脂肪 你要不要尝一口 如果你早上实在抽不出时间 就提前一碗准备隔夜烟麦 简单快手 饱腹感强 放入冰箱冷藏一晚上 早上起来配点喜欢的水果和坚果 好看又好吃 这几款早餐有你们喜欢的吗 弹幕或者评论告诉我哦 下期见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